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 谭总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旅游产业化推进大会部署 围绕四心抓四化 加快旅游产业化步伐 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要进一步丰富拓展旅游业态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充分挖掘文化内涵 打造有特色 有优势的旅游品牌 要积极做好宣传推荐 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游客 要科学管理旅游项目运营 大力提升餐饮 住宿等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 促进旅游业体质增效 通过旅游产业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调研期间 谭炯还到老党员吴元信 阮光明 李德坤家中走访卫棍 为他们送去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燕参加调研 州委副书记 州长黄新闻 州委副书记 针锋县委书记图研 州领导顾先林 龙张淮 黄曼陪同调研 前西南他不倒 6月23日 州委书记刘文新到星人市调研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确定的1234工作思路 和围绕四星抓四话部署 全面落实两大易高主基调和五个主战略 十条主路径 加快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州委成委 州委政法委书记冉博 州委秘书长 州委办公室主任张玉龙参加 刘文新一行来到位于巴林重工业园区的 贵州星人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点 和贵州陆星探阻新材料有限公司调研 详细了解企业扩产困能 发展规划 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等情况 刘文新指出 通过近年来发展 巴林重工业园区旅加工上下游产业 已经基本成练 州市两级要围绕新人 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强化沟通联动 加强要素保障 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刘文新勉励企业咬定目标 鼓足信心 勇于争先 放心 放手 放胆加油干 力争早日达产达能 增智增效 在巴林镇大浦村 刘文新一行调研了解特色农业发展 农产品加工 群众利益连结 和基层队伍建设 阵地建设等情况 刘文新强调 要围绕农业现代化目标 深度聚焦主导产业 强化重产销结合 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要坚持以正确用人导向 引领干事创业导向 深入总结基层挡建工作经验 进一步畅通用人渠道 阶级探索村级干部选拔任用 有效路子 把好干部选出来 用起来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刘文新还实地查看 地质灾害治理工作等情况 他强调 全州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持续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 压实责任 强化举措 扎实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抓紧抓实 逊期防灾减灾 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高度重视 盯死勘劳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提高隐患排查 监测预警 科学整治 应急反应等能力 同时推进标本监制 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要加大统筹发展和安全力度 谈好钢琪 谈准重音 打包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和防范化解风险工作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持续创造良好环境 新人士和州制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 前西南台报道 6月21日 全州安全生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找开 深入贯出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贯出落实 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州委副书记 州长黄新闻 出席并讲话 州委常委 州政府常务副州长陈建 州委常委 州政府副州长刘志华 州政府副州长李杰 王立雄 黄华 州政府秘书长段鹏参加 黄新闻指出 喜迎建党百年 安全生产必须真抓实抓 要时刻紧绷神经 保持警惕 以暗为鉴汲取教训 取一反三抓好整改 要抓实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切实把问题分析清楚 把风险研判透彻 把隐患掌握全面 把措施制定精准 做到大局一时 一刻不能动摇 工作落实 一刻不能放松 隐患整治 一刻不能懈怠 牢牢守住 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 黄新闻常调 喜迎建党百年 安全生产必须常抓深抓 要深刻把握职务与职责的关系 坚决杜绝 不敢抓 不想抓 不愿抓的思想 着力提升安全生产执法服务 行政审批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深刻把握 常抓与深抓的关系 做到真查真治全覆盖 严查研制零容忍 深刻把握 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以严格的安全标准 倒逼落后产能淘汰退出 以开展安全生产月为契机 倒逼企业主动发现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 黄新闻要求 喜迎建党百年 安全生产必须细抓转抓 要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减 紧定目标任务 挂图作战 对账消耗 确保时效 要不折不扣抓好自查问题 和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 高规格推进煤矿 道路交通 地质灾害防范 建筑施工 危险化学品 和易燃易爆物品 消防 非生产安全事故防范等领域 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 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沟通 做到信息及时共享 同步应急联动 高标准做好应急战备 要高要求压紧压实 各级安全生产责任 拿出硬措施 解决监管检查重评刺 轻效果的问题 加大问责处罚力度 以问责问效 倒逼责任落实 陈建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全州2021年上半年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兴议市州公信局分别发言 前信南他不到 6月22号 省民宗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黄荣 率省民宗委调研组 到新议市调研异地扶贫 搬迁社区民族工作 要求进一步找准民族工作的着力点 通过帮融入 帮就业 帮发展 实现搬迁群众 稳得住 快融入 能致富 要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为主线 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载体 营造各族群众一家亲 同心共建新家园的浓厚氛围 帮助搬迁群众扎根新家园 实现新发展 周委常委 周委统战部部长 罗春宏陪同 6月23日2021年 全州中考组考工作调度会举行 周委常委 周委宣传部部长 周委教育工委书记范华 周政府副组长 周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周昭委主任 李杰出席 会议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分析研判 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 精心组织系统谋划 采取有利措施 坚决守住教育系统安全底线 要把中考 疫情防控等工作 做得细之又细 实之又实 切实营造公平 公正的考试环境 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6月22日 前西兰州2021年度 第二阶段民兵工作 讲评 秋季征兵工作调度 即迎接全省民兵 调整改革工作 军地联合检查 口评动员部署会议举行 周委常委 新印军分区政委 王连成 周民兵调整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新印军分区司令员 高强出席 会强调 要进步提高思想认识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统筹协调各方力量 发挥资源优势 开展好各项训练和培训 团结一心 上下一致 军地合力 扎实抓好各项工作 6月22号 州政府副州长李杰 到新印市调研 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工作 要求新印市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履行燃气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强化双控机制建设 加强燃气生产经营企业 其燃气用户的日常安全管理 全面开展燃气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全面提升从业人员 和群众的安全防范能力 6月21号 州政府副州长 州公安局局长李松 到新印市城南派出所 凤凰中学 放马瓶颈区调研 要求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 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积极推进公安加教育 加体育模式 确保公安部体育帮扶项目 落地见效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 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甄丰县鲁荣乡 结合五位群众办事室实践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村祖一县 田间地头 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夯实一江两国产业基础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 鲁荣乡立足资源秉赋 引进贵州鲁荣汇农科九线公司 发展百香果 芒果种植四万多亩 邀请中国农科院 省热作所等专家 搭建起科研院所 加龙头企业 加合作社 加农户的平台 确定百香果脱贫 金芒果致富的发展思路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利益连结机制 通过返租盗包的形式 带动农户 共同参与产业发展 走出了一条 水果产业化发展之路 这里面发展 芒果白香果这两个产业 我把独地流传 给他们种植白香果 芒果院这个繁筑 我又来繁筑了 两千人某进行管理 比如当地 那不行了 里面武功 他们的经营收入 来源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公司也想在 乡村振兴的发挥 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责任 所以说把农服的 进行调动了 农服的中间能看到利益了 产业发展去了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鲁绒香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 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村组一线 田间地头 帮助群众解决 极难筹判问题 真正把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融入产业发展 促亦将两国产业 提制增效 助农增收致富 我们全乡的话 是有15名科技技术人员 那么通过他们 和我们那个 纺织到位的大户一起 把他们专家 对产业提出的一些 技术上的 或者说广乎上的一些 那个提制上的 一个高标准的一些要求 落实到位 那么还为我们 如果相对振兴的 产业这个板块 产业新万的话 可以做定的一个 很好的基础 目前 鲁绒香 共种植百香果 1.37万亩 芒果3.18万亩 一坨水果产业 带动5112人 就地就近就业 累计发放物工公司 土地分红1亿多元 带动全乡 护均增收2.3万元以上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打下了坚实基础 积极能复划我们 我们鲁绒香 北香果 芒果 这两个产业的 体质真相 扎实推进农立 现代化 结合 我们的这个农立 一体化的深度融合 深百物 创建我们的这个 前西兰州北盘江 这一代国林山野级经期 为鲁绒香 下一步农立 一体化融合发展 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形成了农立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的 一个良好主缘 真正正正的 把当时学习交友 从第一轮 转发为了世界 为前向的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臣丰县容媒体中心报道 近日 侧横县容渡镇 举行专场招聘会 来自省内外的 30多家企业 现场提供了 1000多个就业岗位 规则政策很好 给我们来一次 来安置点 来安排我们工作 我们计划用工500个人 我们重点是要给予一些 脱贫户和搬迁户 更多的工作机会 今天我们有收获良多 有达成了 5、60号人的 一个成功的签约 据了解 招聘会现场 达成就业意向的151人 下一步 荣渡镇将继续举办招聘活动 帮助更多群众 就业增收 意思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农独阵一般的成员为准 对扣帮扶 引进来的企业 为企业第一时间做好服务 改决问题 提高效率 而是 每月一次 召开 招聘会 为群众提高 就业岗位 测衡县 如媒体中心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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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